安播澳門市民日報澳民 2023年3月28日 澳門新街坊商鋪招商短期公布 就早前立法議員梁孫毓質詢 橫琴澳門新街坊項目購買資格 售價和商業發展 都忽更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主席林金成回覆表示 橫琴澳門新街坊是專門為澳門居民打造的綜合民生工程 到近公司正開展項目的住宅單位徵裝修施工 以限價方式出售 提供超過4000個住宅單位 現正積極籌備銷售工作 至於申請購買資格方面 最為持有澳門居民身份證的18歲或以上人士 在澳門無持有或最多持有一個作居住用途的單位 在珠海無持有住宅物業 根據行政長官於2022年11月16日 在立法會答問大會上的回應 都近公司已同珠海簽訂協議 澳門新街坊項目的平均價格約每平方米3萬人民幣 項目設有5000平方米商業面積約60個舖位 有關招商人之將優先考慮澳門本地中小企業和品牌 以滿足住戶日常生活所需為大方向 開放多元化零售業太樂戶 為澳門企業發展和青年創業提供便利條件 預計可於短期內公開招商方式 你收聽的是安播澳門 這個短片是由市民日報連同安播傳媒聯合推出 請關注和訂閱我們的頻道 請關注文字幕夭壽